掌管地方政府和房屋事务的槟城行政议员 佳日欣前天在丹荣武雅遭歹徒袭击受伤入院 警方证实嫌犯已经落网归案 有媒体报道在丹荣武雅袭击佳日欣的是一名外籍人 事发当时故意撞倒佳日欣导致他的脚踝受伤 目前还在一家私人医院接受治疗 槟州总警长那都苏海利随后透露 当局严引刑事法典325严重智商他人条文立案调查 并将嫌犯严扣两天